我先換個衣服 等我一下 狗飼料 雞湯 我問你 打飯 打飯 雞湯 先問你 先問你嗎 欸 阿龍 你喜歡Mommy還是狗狗呢 狗 最喜歡的一部電影 最喜歡的一部電影 甜蜜蜜 頭髮想流長嗎 有 最近在準備流長 最想挑戰的角色 最想挑戰的角色 任何角色我都願意 可以看一下你的手機銀幕封面嗎 好啊 噢 這是誰 對 這是我的寵物 她叫阿嚕 她是一隻柴犬 有沒有最想合作的女演員呢 最想合作的女演員 呃 陳丁寧 平常最愛的早餐組合是什麼呢 平常最愛的早餐組合 玉米蛋餅加五湯豆漿 欸 等我一下喔 我換個衣服 好 聽說你小時候是短樂團 你現在還會演奏樂器嗎 嗯 應該會 應該會 用一個形容詞 形容秘局中 露琪這個人 等等 我換好了 欸 你剛才說 形容露琪這個人 他是一個有 比較 孤獨 然後 比較神秘 然後 會讓人家摸不著頭緒的一個角色 有沒有最想代言的產品呢 欸 最想代言的產品 狗飼料 最近有新的戲劇角色嗎 準備稍微波羅給大家 最近有新的戲劇角色 嗯 嗯 就是逆局 逆局我扮演的那個 陸琪的角色 對 那他 嗯 拍拍攝的時候 其實還蠻 還蠻特別 對我來講是一個蠻特別的經驗 可以唱一句近期的循環歌 唱歌曲嗎 嗯 最近沒有聽什麼歌 但我可以推薦你們的電影 嗯 Netflix上面有一部電影 叫做《魔殺》 《入門客》 大家可以去看 那除了荷包站之外 有沒有學會新的菜色呢 嗯 雞湯 我會煮雞湯 去開開點 會導致做什麼準備 我會去 尋找他一些生活的習慣 然後把自己的生活融入進去 回憶軍中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 打扮 因為打扮可以跟別人 好 想去演藝的願望達成了嗎 演藝的願望還沒 推薦Presig的讀者們一本近期的愛書吧 嗯 我想推薦 嗯 其實我覺得任何的繪本 其實大家都可以去看看 對自己發想劇本 或者是一些想像的幫助 任何的繪本 嗯 繪本 最近的近期愛好是什麼呢 最近的近期愛好 最近的近期愛好 最近喜歡運動 對就是 因為 因為 藝藝也在讓自己的身體 就是 可以有更多動作的嘗試 然後有些習慣的培養 有沒有想找到舞台劇呢 有 推薦人家會折騙單 嗯 我推薦 除了剛才那部片 我還推薦電影故事 它是一個 好萊塢電影製作的一個紀錄片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對 目前你的真心拍給自己的目標是什麼呢 呃 我希望 未來可以嘗試更多的角色 然後 把這些角色的一些 心理路程 跟日記的方式計下來 好 最後一題 對Prespeed的讀者們說一句話吧 欸 這本 雜誌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買 對 我要拍新的 對 準備要開拍了 對 大家盡情期待吧 好喔 來拍影片囉 好 隨便上場 掰掰